好来看到台湾电影再度获得国际肯定 伦敦日舞影展短片单元 台湾的旅欧导演陈慧明的作品登上大荧幕 6月份在伦敦举行世界首映 电影是描述一位移居英国的阿美族爸爸 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还特别邀请到原著名歌手舒敏恩 以及他的父亲来演出 真正的情感是感动了许多海外观众 拥有40年历史的日舞影展 在英国伦敦举行特应场 主办方从上万部短片中 精选七部上映 宇居欧洲十多年的台湾导演陈慧明 短片妈母也获选举行世界首映 这部片的主题其实是在讲 一个台湾原住民移民到英国 他跟他女儿之间的故事 然后当他很努力地想要让他 这个一半英国人一半台湾人的女儿 变得很英国人 他就没有教女儿自己的母语 没想到他在得阿采摩登镇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丧失了讲英文的能力 他就跟他女儿彼此之间变成最亲近的陌生人 剧情改编自导演的个人故事 刻画一厢妇女之情 以及对家的想念 剧组还邀请原名歌手舒敏恩 及他的父亲飞到英国拍摄 这也是舒敏恩父亲雅基的电影处女作 主角穿上了阿美族服 在泰晤士河畔思念太平洋故乡 诗意的视觉风格不仅迎战选片人 赞誉有加 也打动了许多海外观众 他非常不一样的角色 而且它非常有趣观看 因为它似乎是一部分剧场剧场 我们似乎是一部分人的故事 也许是一部分人生存的生命 所以我们认为它很能力 台灣導演的創作能量受到國際肯定 海外觀眾也透過大螢幕 認識了不一樣的台灣故事 記者陳文正 陳希倫 英國倫敦 採訪報導